今年的第一款奶冻教程来了 去年的奶冻系列呢 我们都是用的罐装啊 很方便 今年呢来做个好看的系列 雪山奶冻 其实也就是换个模具啊 这款薄荷奶冻口味来说非常独特 有薄荷味加奶味还入口计划 奶冻这个甜品呢 真的是强烈推荐你们去做 它不需要烤箱对吧 而且全身搅拌搅拌就行 夏天吃还冰爽 缺点可能就是容易融化 从冰箱拿出来之后啊 尽早吃完 牛奶300克 吸沙糖26克 夏天室温高的同学 小火加热至40度左右即可 吉林丁片14克 提前用冰水泡软 搅拌这你需要注意的就是别太用力 匀速地去搅拌 防止它产生气泡 后续还会有其他口味的 这个系列懒动教程 你们有啥觉得好吃的口味 可以推荐给我 再加入淡奶油120克 薄荷糖浆的用量是60克 这个配比来说 薄荷味不算很浓 不会说非常强奶冻本身的奶味 算是很均衡的味道 然后颜色的话也是浅绿色 主要是靠薄荷糖浆里的绿色 如果觉得颜色不够绿呢 可以加一点这个鲜尼贝尔的绿色色素 每份模具导入的量是130克左右 这个配方可以做4个 冷藏3个小时以上再进行脱模 这个时间准备一点奶盖 不需要调味 就淡奶油加薄荷糖进行打发 薄荷糖的用量你可以跟着你的口味 去进行增减的 奶冻的做法太简单了 也没啥特别需要讲解的 这里就做个奶盖的对比吧 一份打得浓稠一些 奶油滴落后的痕迹会比较漂亮 但是顶部呢会容易堆叠 需要用勺子或者是抹刀 去给它进行雪山造型 像教程的主厨 就是奶盖打发得比较浓稠 然后再用勺子去进行调整 打得比较稀的奶盖呢 就整一个会把你奶冻盖住 这两个小细节你看着安排啊 它脱模也是挺方便的 不着急的话就等奶冻它 自己掉落即可 售卖的话 我们一般用这种纸托进行打包 自己在家做着吃的话 这个分量建议减半 然后容器啊模具啊没有限制的 点击我的头像 主要有很多实用的后面教程 在你打卡哦 这些词该会有很多东西 我可以用这个词 啊 我可以用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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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词 我可以用这个词 我可以用这个词